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 我是老兵来啊 欢迎来到民主政线 那么因广大网友的要求啊 那老兵来回应一下 这个李宁的鲁华风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背后啊 透露着什么 老兵想说啊 不是我们是做什么发散思维 或者过分解读 我们一定要小心 日本及其日本的 这些二鬼子 在文化上对中国人的这种毒害 那么大家都知道 这个清华日军啊 当年在中国 首先干掉的就是中国的 比如说上海的档案馆 他们重点就是攻击我们的博物馆 档案馆 以及这个 就是跟音乐文化艺术相关的 这些场所 通通会被日本给捣毁 尤其是存放着 中国很多 古老典籍的 一些 华夏历史5000年的 非常多的一些著作 和一些档案 这些 会被日本给烧掉 或者直接就是 很夸张的 就上海档案馆 直接被日军 拿这个 导弹 拿这个炸弹给炸掉 空军 空头炸弹给炸掉 因为日本人的理论很简单 从文化上 灭掉中国 那华夏就不复存在了 那么 由他篡改的历史 他就可以来当 真正的华夏 他就当中华之正宗 所以说他会 在那边胡说八道 说 崖山后 无中华 这样的谬论 所以他日本引以为要的 京都 所谓长安城 当然那京都 仿造长安 造的那个长安城 那是长安城吗 怎么扯淡吗 而且日本人对 中国文化 有非常浓厚的兴趣 别看他们啊 表面上 对中国好像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但是他们特别爱 乐中于研究 中华传统文化 对三国文化 敦煌的这种灿烂的文化 他们自叹不如 所以说 我要讲这么一个开场白 就告诉各位 就是日本人 也许他在战场上 他现在在归缩 他无能为力 他对华的斗争 不一定体现在战场当中 同样在文化这个战场上 这是他重点发力的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 前这个著名的艺人 大眼 大眼 对吧 这个喜欢穿这个 日本的这个军装 那么大眼的干儿子呢 跟日本的 日本的这个谍报人员 对于中国海外 印度尼西亚华人 犯下滔天大罪的 David夫人 他说加诺的老婆嘛 这个特务头子 居然跟这个 赵薇的干儿子 张哲瀚 能搞在一起 张哲瀚呢 作为这个 赵薇捧红的 这么一个 大明星 这个通过一部 这个单改剧 山河令 火了以后 他被挖出来 在日本参观 乃木神社 靖国神社 那么也就是说 当中国有些些 文化名人的 有这些这个 演艺圈名人的时候 那日本就跟他们 是产生了一些联系 通过这些联系 来测试 你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你中国人 包括就像我们 很多网友都搞不懂 那为什么有些 欧美的西方的大牌子 在中国 赚了个盆满 钵满 怎么还要时不时的 搞一些鲁华事件出来 原因很简单 就是测试你中国人 是爱国 爱民族 还是更爱我们 他通过这个 来做一个真实的 一个民意 民意的一个调查 就比如说 大眼的那些粉丝 非常狂乐 在爱国和大眼面前 当然选大眼 那那个张某某 他的粉丝也是 爱国 管你参谋参观 建国神社 乃无神社 那爱国和他之间 那当然是他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我们可以说的很明白 这个日本啊 他对中国的这个文化 文娱艺术类这一块 包括西方也是 这是他们重点攻击的领域 中国的文艺圈 有多少败类恨国导 最反对啊 这个中共的 或者说对中共最不满的 就是这一伙人 对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 独教材事件 啊 包括省所谓的这个摄影界 艺术圈啊 这个娱乐圈啊 这种鲁华事件 包括这个像啊 以这个胡一凡为首的啊 执行美国凯特齐计划当中的 关键一个部分 叫去雄化战略 这个人 他就是一个执行者 包括像什么高晓松 在文化圈呢 对吧 高晓松 他就是什么 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传播人 那么这些人的背后 多多少或多少都会有 美国CIA跟日本情报机构的影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切入这个正题 那么 李宁啊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啊 流传了一句啊 非常著名的一个话 叫做 我把李宁当国货 李宁把我当大佐 那么再加上这次9月25号 李宁公司发布的这个啊 这个2023 这个秋冬啊 这个这个服装 那么 他的这个服装的设计的外观 他称为 就是用他的 啊 这个市场的 这个管市场 这个CEO啊 冯某某 他的话说 说中国网友 啊 中国人 对历史不太了解 他说这个叫做 啊 利 利行帽 就像利嘛 斗利的利 就像斗利一样的帽子 说这个是在明朝时期 被广泛运用的一种帽子 当然 我知道明朝有这种 类似这种帽子 但是他不叫利行帽 但是你可以说 以现在的角度去看 哦 他叫他统称为利行帽 对吧 但是 如果说你拿这个来搪塞的话 那网友绝对是不买单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是所谓的利行帽 你认为这两边多出来两根条子 是遮这个耳朵 啊 遮 因为耳朵容易脆弱嘛 对吧 大家都知道冬天嘛 这个 风吹这个耳朵或者鼻子都很冷 对吧 所以我们要带那个 保护耳朵 那他这个意思就是保护耳朵 那么你如果说用其他的颜色 这个配色 啊 那也就算了 估计不会有这么大的风波 但是你的这个配色 你的这个配色 是军绿色 这就让我感觉像鬼子进村了 我也看到他那个衣服 对吧 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李宁新品引争议 股价盘中暴跌至13% 高管回影 这是例行亏 近日啊 知名服装品牌李宁新品发布会上 某套东装外套的设计 引发网友的争议 网友称 这套酷似当年清华日军军服 特别是耳帘的设计 应该是从日本军装上找的灵感 那那一看就想到日本的军服 不过也有网友持不同观点 他们认为苏联也有类似的 这个啊 帽连 呃 这个这个帽连帽子 那么 这个就是指的就是巴尔克查金 啊 这个巴尔克查金啊 他也是戴的类似于这样的帽子 很多网友在李宁官微留言 但官方暂未回应 受此影响 李宁今日盘中一度暴跌至 百分之13% 至50.15港元 股价毕竟今年3月15日 盘中穿下的年内低点 百分之四十 这个48.066港元 接着今日收盘 李宁的收盘股价在 55.55港元 总市值为1454.97亿元 不少网友将李宁设计成 这样的一副原因 与新的李宁总裁前伟联系在一起 根据资料显示 前伟于1971年出生在中国 1990年赴日留学 毕业于日本关系大学 之后呢 便果断的加入日记 还给自己专门起了个日文名 叫高板武史 那么1996年 前伟加入优衣库的母公司 训销有限公司 在优衣库一直工作了 23年之久 一直一度做到了 优衣库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此外 他还担任过优衣库 韩国公司的行政总裁 2017年9月 前伟加入李宁集团 负责集团的运营工作 目前 他不光在李宁担任药制 同时还是李宁公司的 这个股东 持股为 0.0094% 除此之外 日本花旗 还持有李宁 5.35%的股份 从履历上来看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 他是日本人也好 日籍华裔也好 我认为这个 这个问题并不大 因为中国很多公司 也有这个聘请 这个外国人 包括日本人 韩国人 包括台湾人 香港人 包括这个 当然 包括 这个像欧美的一些高管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一个商业行为来讲 这个是很正常的 无可厚非 但是你设计这样的一套 这个衣服 那确实有在伤害 中国人感情的这个重大嫌疑 因为这个衣服怎么看 你的这个配色跟这个款式 都会让大伙直接就是想到 这不就是一套清华日军的 这个军服吗 感觉像鬼子进村了 而且他找的这个模特 拍的这个照片 给我感觉 有一点刻意 要找形似于日本人 或者说可能这个 找的模特 就是日本人 对吧 那个脸 这个脸上这个肉 像刀削过的一样 面积骨爆到老高了 脸上这样弄 然后那个眼神呢 也不像中国人的 这种眼神 因为大家找中国人比较善良 眼神呢 不太就是像这样的杀气腾腾 他找的这几个模特 给我感觉那个眼神杀气腾腾腾的 给我感觉就像鬼子进村一样的 是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 人还为了归田打死我来了 所以说 总体 在我看来这件事情 它背后它不会这么简单的 说什么 哎呀 这个我们 这个是这个利行亏 放了一个驴儿屁 你耍什么中国人 如果你是涉及的是利行亏 那你为什么要配这个颜色 你不就是在挑战大众的底线吗 对不对 再加上 他的这个总裁 本身就这么一段履历 未免让人想路飞飞 未免让人做发散的思维 那么网友跟广大股民的 这个意思已经反馈在这个股价当中了 当即对李宁表达的这个不满 那么大家要知道啊 李宁的公司也是这个做出了道歉 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道歉函 是怎么写的啊 那么这个声明 近日网络上出现对于竹梦型秀款部分产品的讨论 李宁公司对此高度关注 只是相关产品的设计及造型给大家带来的困惑和疑虑 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本次竹梦型秀款产品的设计以飞行为主题 从飞行员装备中吸取灵感 展现人类不断探索天空的梦想 其中大家讨论最多的飞行帽 设计源于中国古代头盔 户外防护帽及棉帽 产品以多种颜色款式进行呈现 兼具防风保暖等专业功能 以适应更多户外穿着场景 中国经济和中国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 是李宁品牌成长的基石 32年的品牌历程 也离不开每一位消费者的支持 作为中国的专业运动用品公司 创造出受大众喜爱 更专业更具设计感的产品 是我们始终坚持信念 真诚感谢大家为我们提出的宝贵建议和意见 我们将虚信听取各种声音的反馈 做到能让消费者更加认可的产品 然后他们市场的执行董事 冯某某 又说中国网友不懂事 我们的文化教育看来还要再抓上来 那本身这个例行亏 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 它对一般人来讲 是不需要去科普跟普及这种文化知识 这属于是对史学 对这个古代服饰有研究的那些学者去研究的事情 你在这个地方贬低中国网友不懂 我们只要懂这个 差不多的这些历史的常识就OK了 这个属于是很深邃的东西了 这个属于很小众的 你不能够这样子去屌批评网友 同样的 你也讲了你这是跟飞行有关的 那他妈的你如果说要拿力行亏在明朝 明朝没有飞行 你拿这个东西说是飞行有关 你让我感觉像他妈神风赶死队 那神风赶死队 我们大家都知道看过 小时候都看过那个纪录片 对吧 对吧 那个黑白的 就是讲这个二战的 神风赶死队 就是开了那个飞机 那飞机呢 坐在飞机上面 飞机没有那个昌噪的 罩子的 都坐在上面 然后呢 他这两条 就这两条那个 耳帘 就是随那个风 就把这样飞 贴在脸上 像卫生巾一样贴在脸上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你别在这地方扯这个玩意儿 好吧 李宁呢 说难听点 当年呢 也被人说 说他这个 靠关系进入这个体操队的 就体操网址 但这个东西我们也不去讲它了 对吧 反正这几年呢 他也是这个作为奥运 北京奥运会的最后一把火举手 对吧 飞天点燃的 这个我们也不去讲了 那你这几年你的 用了这个日本人以后啊 他的这个生意啊 蹭蹭蹭往上走 蹭蹭往上走 就这个人呢 他是 如果说是商业上来讲 他是有一定能力的 但是你玩这个东西 就让我觉得很恶心 懂吗 所以说有些这个 去过日本 或者国家 加入日本国籍的 或者加入哪个国籍的 你别忘了啊 你这个还是在中国 你还是啊 对吧 你虽然说是 已经加入这个国籍了 但是你的 母国还是中国 所以说对这里的人 要善待一点 不要去挑战 对吧 广大人民群众的底线 你挑战底线呢 那大家就把你的骨架 给你砸下来 对不对 那大家都知道 李宁这几年 找什么肖战 当这个大使 又搞什么国朝 大家都知道 中国现在啊 在习近平的领导下 非常的出色 我们不仅恢复传统文化 而且我们在 现代流行文化当中 我们也逐渐在崛起了 因为这个现代 美国牛逼 他的文化牛逼 就在于 他的流行文化 特别特别牛逼 包括在台湾这个地方 加工过以后 传到大陆来的 这种台湾的港坛 那种流行文化 或者什么寒流啊 这个日流啊 对吧 那中国现在有这个国朝 那国朝的 引领者之一 就是这个李宁 所以他李宁 现在这个价格也很贵 他一双鞋都卖到 就是现在 阿迪跟耐克的 这个价格 那么耐克 阿迪 现在变成 当年的李宁跟安踏 那安踏呢 还是一如既往的 这个价格 还是可以的 那么李宁 现在你要去买他鞋 很贵 这都弄一千块钱以上 一千五六 一千七八 很多呢 人呢 想支持这个 李宁这个国货呢 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说 很多网友也说 火盖 你 你 我把李宁当国货 你把我当大佐 那就这个梗 就是这么来的 你那大伙 广大的 人民群众 因为毕竟 一千块钱 一双鞋还是挺贵的 按照李克强的话来讲 中国有六亿人 每个月就一千 就是盈余就一千块钱 那这个确实是 挺奢侈 那么 现在大家要知道 中国人是自觉的 抵制了这些 这种日本的这种拉面 日料店 或者就是这种 这个日本的拉面店 全部被中国的拉面给干垮了 那么以前呢 大家都知道 在各大城市 对吧 吃这些日式拉面 都一直都是一个高端的代名词 对吧 吃一碗日式拉面 三十六块钱 四五十块钱 后来五六十块钱 一碗 以这个中国人开的 这个胃签拉面 为代表 那么包括日本的那些 凤米一石 什么一凤糖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博多 到中国来开 那么还有一个 就是像这个 吉野家的 这个花丸 乌冬面 它这里面也是卖一些 这个日式拉面 但日式拉面 现在呢 总体来讲 它的这个 在中国就是大面级倒闭了 包括胃签拉面 也大面 也在大面级倒闭 营销不是 就是营销不是怎么好 而取代的是 就是中国像 马有记 这样的 蓝筹拉面店 它的设计元素 也是很国潮的 那么就代表说 当中国的流行文化 起来的时候 那么 像日本的这种 拉面店 它的这种 等于说 这也是一种文化的 对吧 它就被我们给干倒了 干趴了 干塌下了 所以说 中国的流行文化 包接国潮 也是西方 美西方 日本 韩国这些 非常忌惮的 因为你 你自己都搞出流行文化了 不就没他们什么事吗 所以我举日式拉面店 就是告诉各位 一个现象 就是中国人 现在搞自己的 这套流行文化 已经逐渐的 不仅是在中国 占据了主角 而且他们很害怕 往外去扩散 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 以国潮 为代表的 为代表的 之一的 李宁公司 他的这个 日益的 这个 CEO 会不会跟这些 日本情报部门 日本这个文化部门 有什么联系 故意这样搞你一下子 对你中国这个事业 给你打击一下子 这个事情打击 它最打击的是什么 就是它要打击 你中国的国潮 打击你 你们中国人 对于这个 像李宁这样的公司 一种信心 如果像李宁这样的 一个 李宁这样一个 国家的爱国者 不是爱国者 他是一个 奥运火球最后一棒 中国的体操王子 他都可以 他的公司都可以 打这个擦边球 玩神控干死队 那对你的信心 是不是一种打击 是不是伤害了 这个人民的感情呢 这个里面水 有点深 李宁公司啊 必须要引以为戒 但是我说过 可能以后 别人再也不会买李宁了 你把我当大作 我还买你啥股货 放你个驴儿屁 再见 别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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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